而住在高山上的民族要延續的 則是小米的文化跟傳統 今年加拿大原住民族影展的閉幕片 即將播放一部 來自台灣泰雅族的紀錄片導演 薩雲喜夢 他所拍攝的電影 就是跟小米是有關的 在加拿大原住民影展的介紹片裡 可以看到以台灣原住民小米為主的紀錄片 這是由泰雅族的導演薩雲喜夢 花了一年的時間製作完成的紀錄片 是好久不見德拉奇 主要以傳統的小米作物為主軸 來反映當地居民所面臨的文化 與家庭狀況 這部紀錄片入選了加拿大的原住民影展 也是台灣原住民紀錄片首次入選影展 並成為29日影展閉幕片 收到主辦單位重視 讓導演薩雲喜夢與製作團隊感到榮幸 對於一個在部落創作影像的工作者來說 這是很大的殊榮之外 也是一個很大的驕傲 那最驕傲的當然還是說 我們台灣原住民的故事 可以沾上國際 讓更多人看見 在加拿大也是有許多原住民族 像是克林族與馬蹄族等等 也是面臨文化上流逝的衝擊 所以對台灣原住民族的紀錄片內容 得到共鳴而受到重視 以台灣原住民小米為主的紀錄片 被受加拿大原住民影展肯定 也讓台灣原住民寬山部落的文化故事 傳遞國際 最後怎麼算在台北 這次採訪報導